全都中的 Z590 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約莫在兩個月之前 MSI 有發了一個介紹 Z590 主機板的合作邀請給我 對,就是你們現在看的這部 當時我也同意了 畢竟是更新一代的酷東西嘛 我一覺在包口寄送到我家的那一刻 我就開始疑惑了 這有我疑惑的點嘛 那就是這箱子的大小對於主機板而言 好像有那麼一點...太大了吧 說不及殼的箱子還比較符合 所以我當時有一度懷疑 他們是記錯成機殼了 直到... 嗯,可以篤定這裡面放的不是機殼了 不過一種不可能只放上主機板吧 這麼大一箱 所以...準備打開囉 再給大家欣賞一下這精緻的箱子 咦?這個黑金配色 是否跟我們今天的主題有關呢? 總之我們就... Open! 那就先從下方這裡開始介紹吧 對,這個是他們的散熱器 型號是MAG CoreLiquid K360 從名字可以看出 它的水冷排是360毫米的 也就是需要三顆12公分的風扇 不過重長度的一體式水冷很常見嘛 它附的風扇也有ARGB燈光 但這個現在也很多了 誒?不過真的只有這些特色嗎? 它其實有些我先前從來沒有見過的功能 這個你們真的就知道了 我要先賣個關子 先看看這個旁邊的小盒子吧 看起來...不太像市面上會賣的東西 感覺像是MSI送的乾爹精美小贈品 答案揭曉... 一顆處理器! 而且是新一代的i9-1900K啊! 雖然說要介紹最新的主機板 搭配最新的CPU也是合情合理 不過這禮物... 真的實屬精美啊 所以倒是我們就將它裝在Z590上面 然後跟我的i9-10900K 稍微做個效能測試吧 好啦,我們的重頭戲就在這裡了 因應新一代的intel處理器 整個主機板晶片組 當然也跟去年不一樣了 而且照網例會從最高級的開始發布 去年是Z490,這次就是Z590啦! 首先還是說一下大家最好奇的相容性問題 這次intel的第11代處理器 用的是跟上一代一樣的1200角位 那麼這兩代的處理器 與主機板可以怎麼搭配 我就寫在表格上啦 Z590、H570、B560等等 當季最新一代的主機板 是可以向下相容的 放個10代跟11代都沒問題 不過上一代的Z490、B460那些的 就不能放最新的11代處理器囉! 那麼你可能會問 主機板向下相容的用處到底在哪? 我如果用10代處理器 就好拿400系列主機板就好啦 加錢涉及到500系列 有什麼好看可以拿嗎? 嗯,多少還是有的 其中記憶體超頻這點 我個人覺得會比較有感 以往非Z系列 比如說B460的主機板 即使有機能XMP 可以將記憶體頻率提高一些 但還是有那個天花板在 最近你買了條可以跑到 比如說3600MHz的記憶體 如果超越B460主機板 它最高還是只能在2933MHz運行者 不過這次呢 Intel 將記憶體超頻功能 下放到更平價的晶片組了 不只Z590 現在H570、B560也都沒有這個天花板囉 雖然隔壁棚好像早就沒有這個限制了啦 再來主要就是一些新技術的支援啦 比如這次的Intel 500系列主機板 開始原生支援Thunderbolt 4了 此外還有支援最新的 USB 3.0 Gen 2x2 Wi-Fi 6E等等 嗯,就是這些還不太普及 不多人聽過的技術 這就看你的需求在哪裡了 你要被子作為未來使用也是OK的 那麼如果要將這顆11代i9發揮最大效用 超頻抄起來 那就是Z590主機板唯一解了 而且代配這張MSI MEG Z590s 也是個很棒的選擇喔 來,我告訴你為什麼 首先身為將14nm 技術提煉極致的產物 它的功耗殼是非常可觀的 能真的為保它的主機板實在是有限 那身為旗艦的Z590s 在這部分當然不能隨便 一般來講 這個8pin的CPU接孔我通常只能看到一個嘛 大不了就是一個8pin,一個4pin 像我現在用的Z490就是這樣 可是你看,這張主機給它兩個8pin 而供電像素部分 它也給到了16加2加1像 欸,該你也沒關係 總之以主機板來說 這樣的供電算是非常有誠意的了 好,供電沒問題了 來看看大家好奇的接孔部分 基本上就是USB大放送啦 其中全身的給到8個 而Type-C也給你2個 而且看到這個圖示沒有 沒錯,傳說中的Standable 4 我覺得還是離了 當然這麼未在主機板上的Standable 我突然不會拿來外接顯卡啦 不過有需要接一些高速網路 擴充設備的話 這個就蠻實用了 說到網路,這裡也有寫嘛 這網路孔的最高速度 是可以到每秒2.5Gbps的 雖然沒直上10Gbps是有些可惜啦 有需要的話就要另外擴充了 然後剛剛提到的Wi-Fi 611 你看,就在這裡 整個檔板也結合在上面了 這是一定要的 那麼下面呢 看到這滿滿的散熱片 應該就知道是什麼了吧 好啦,我還是插給你們看看 嘿! 噢,對 全都是M.2接口 你可以在這裡直接4條SSD上去耶 會不會太扯了 而且其中最上面這裡啊 它的散熱片寫著 Lightning Gen4 M.2 其實就是PCIe 4.0啦 也算是比較新的東西 如果加上支援4.0的SSD 那個傳送速度是很變態的 那麼下面這三個 是PCIe 3.0的接口 然後這樣拍那些裝置影片下來 我覺得還有一個需要我留意的地方 那就是... 主機板的RGB接口 因為我通常會接一堆有的零件嘛 之前的場景會不夠用 還有另外接控制器 很麻煩 不過這樣看來... 這張板子我應該不需要擔心啦 這裡一個傳統的12V RGB 接頭 ARGB的話底下有一個 上面這裡還有一個 而且你看隔壁還有一個 Corsair專用的燈光接頭 有夠貼貼的 那麼整張主機板 總是這種鋼鐵黑金風 其實這是MSI-S系列一貫的風格啦 雖然我一直跟大家說我是個白色控 不過黑金配這種CP位是很吃的 等等通電之後 這裡跟這裡的散熱片也是會發光的 總之這張Z590X就要到這啦 是時候開始裝機了 那麼其他零件部分 大多是我之前組裝留下來的 欸?除了這次的記憶體之外啦 我會採用這兩條全新的 美光Ballistics 記憶體 跟上次組的那台白色主機使用的不太一樣 雖然外殼也是這樣的設計 不過少了上面的燈光多了幾分低調 而且事實上 它的記憶體頻率是有到3600MHz的 倒是我們也來玩一下 看看它是否還能藉由超頻 達到更快的速度吧 好啦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開組吧 好啦 差不多可以裝上我們的雪冷了 那各位可以發現這個雪冷頭附帶的線 它的數量實在是有點驚人啦 大部分不是只有一條風扇線 頂多在一條RGB線嗎? 不過你看喔 它除了風扇跟ARGB之外 還有SATA電源USB2.0 跟三個風扇輸入孔 這三個風扇輸入孔其實還好理解 它就是可以把我們水冷排的 這三個風扇給統一起來 然後結合到剛剛說的風扇輸入孔這裡 不過SATA電源線 跟USB2.0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秘密就在Bump的正面這裡了 從這個角度應該就看得出來了吧? 沒錯 它是一塊2.4吋的螢幕 就跟我們之前介紹的那款圓形的螢幕有點像 它的好處除了可以顯示各種實用資訊之外 無論你安裝在哪個方向 它的文字都會是正的 所以才需要剛剛的USB2.0拿出軟體控制嘛 不過酷的地方還沒完喔 看到中間這裡沒有? 沒錯 這就是它的散熱扇 這樣子裸露出來的話 就可以連同周圍的部分一起散熱了 畢竟CPU周圍的供電部分也是有一定的熱量嘛 更何況這就是我們的E1900K了 好啦 都做上新的CPU了 那就直接將鏡頭轉到測試環節吧 首先我們還不要做任何BIOS設定的修改 在預設頻率與電壓下 來幾個我常用的測試項目 比如這個單核與多核都能測的Cinebench R23 對 就是R20之後的改版 所以得出的分數不能與R20一起比較喔 那麼結果出爐 在多核的表現中 E1900K的分數為15077分 上一代E1900KF則是15737分 呃...我沒有說反 在這裡11代的表現確實不如10代 關鍵原因在於核心數 E1900KF有10個核心 20個執行序 而E1900K呢 反而倒退成了8核心 16執行序 嗯 少了4個框框可以數了 不過我們還不要那麼快下定論 再用同樣這個軟體來看它們單個核心的性能吧 跑了好一陣子之後 E1900K得到了1582分 E1900KF則為1291分 證明了11代i9的單核性能還是有可見進步的 但...有長總是有環嘛 雖然這是11代加入了一些新技術 其中也讓它的單核性能有所突破 不過它終究同為14麥米製程 為了控制住體積、功耗與發熱量 還是不得不往核心數動一點刀了 因此才造成11代i9單核強多核普通的結果 那麼換到我們的Handbrake 專導軟體吧 結果E1900K與上代的表現相近 但略輸一籌 畢竟這裡是個會利用你CPU多核性能的軟體嘛 至於Premiere Pro的剪片軟體的匯出呢? 以我最近那部美國型第五集來測試 結果...兩者所要的時間幾乎相同 那也不是很意外 會出自工作就比較吃重CPU與顯卡的綜合表現了 OK 小人說完了 那麼它在發熱上面控制得如何呢? 這次同樣拿AIDA64來燒個機 結果還在開始的那瞬間處理器直接撞到100度 頻率也從預設的4.8GHz 越降越低 好 那看來也沒有繼續燒下去的必要了 來吧 開始修改 經過幾次簡單微調後 最終我家AVX 512 指令級提用掉 CPU 電壓色違比判定值低0.6V 並將頻率從4.8GHz 小超至5.0GHz 這樣改構之後 我們從原本一燒機即即過熱 變成到現在即即燃燒10分鐘 溫度還是能穩定的88度 頻率也表示到我所設定的5GHz 那麼這樣下來 Cinebench R23 的多核成績可以從15077 進步至158-15分 單核成績從1582分 小小增長至1596分 Handbrake 轉檔時間稍微進步了11秒 而Premiere Pro 匯出則縮短了13秒 嘛 該怎麼講 這次的 11 代 i9 確實是個滿尷尬的存在 雖然其他人測試下來 因為單核效能確實比上代強 使它在一些沒那麼吃重多核心的遊戲上 能有較好的表現 不過遇到我這種轉檔、創作等工作 它的優勢真的會變得很不明顯 甚至被反超的 不過至少我們這次搭配的 MSI 散熱器 還是能發揮出它完整的性能不受溫度所影響 而且各位別忘記它上面還有一片螢幕 搭配 MSI Center 軟體 可以自訂這片螢幕要顯示的內容 比如 CPU 的溫度頻率、顯卡的使用率、風扇速度等等 你要的話也可以顯示圖片在上面 但我覺得最酷的還是這個條碼燈 你可以打最多 61 個字上去 這時候還可以自己放一張想要的背景 不過目前還沒辦法打裝置進去就是了 那麼你想把你的散熱器當中掛裝在上面顯示時間 它也是做得到的 此外就如同主電腦時講的 想要更改它的顯示方向 只要在這裡做選擇就OK了 也能直接從這裡去設定風扇模式與轉速 不需要進入 BIOS 重點是三個風扇都可以自訂轉速曲線 這我還真的是第一次見過 不過運作頻率那些的當然還是得進去改嘛 還記得我做的是調美光 3600MHz 記憶體吧 後來開始XMP 並將頻率超至 3800MHz 是可以穩定運行的 如果懂調的話 這記憶體應該也還有更大的超頻潛力 總之這次的11代19裝置體驗就到這啦 感謝你每次來這次提供那麼大的禮包 讓我有機會建設這邊Z590主機板與散熱器 這樣測試完後 也實在想對Intel說聲好好加油了 希望這代真的是更新製成之前的最後過渡產品 否則在這樣水深火熱的旗艦CPU市場中 註定將會成為越來越吃虧的那方 好啦,今天的影片結束了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